同学们 今天来到了乌河浩特的高铁站 其实我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坐高铁 然后也第一次来这种 现代化的高铁 高铁站 那有一种土鳖进城的感觉 真觉得好牛逼啊 我靠真的好现代啊 这个因为是霍河浩特嘛 它说有很多这个蒙古族的元素 然后这个顶上外面看 它其实是一个像一个像一个蒙古包一样的一个造型 有一个圆的一个穹顶 也是蛮不错的 哎 之前有一个这个这个这个造型很牛逼很知名的 还是天津火车站 有一个圆的穹顶上面有一个很知名的 当时那个壁画也很有争议 因为好像是画得比较暴露啊什么啊 这个是 这可能也是二十多年前的时期 为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这个 叫做牛逼的列车就全部是航空式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什么 厉害车上的这个 这个乘务员啊 列车长啊 就是都穿得很隆重 看起来像航空服务一样的 但是如果有其实太多了 说啥 我给我的 我给你的 我给你 我给我 就是这个 这个 我觉得是 我给你的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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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车全力禁止吸液 那我发现我坐那个二栋车很不舒服啊 然后我现在打算到前面看看一等座是什么样子 这个车好像有个七八节车厢吧 但是说只有一车厢是一等座 你看看看 这是餐车刚刚 餐车其实也不是吃饭的地方 卖些啥东西 其实我今天还挺高级的嘛 在火车上闻到了熟悉的方便面的味道 哎呀这个座位比二等座的 这个座位比二等座的大了一点 大了五分之一吧 好像舒服一点 但这个票价好像贵二分之一还是贵一倍啊 也挺不错 不然一等座看起来也比较安静 没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这服务有啥差别 总之二等座就是一个比较平民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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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就是普通人坐的 然后我看还有二等座下面就没有了 下面好像在就是占票了 但我看今天可能人不多 没啥占票 一等座就是那个座椅真的是一等座一排四个人 还有更厉害的商务床 商务座一排三个人 我忽视到北京呢 这个票价大概是两百多 两百一 两百二两百一 二等票就是最便宜这个票 是两百多人民币 更高级的多少钱啊 不知道可能三四百吧 但是我已经非常满意这个 主要是满意这个速度 就是不是说这个火车开的多快 是这个它那个路线全部使用的这个直线距离 相对以前比如说你要一直翻翻越岭 哇你看外面那么多桥 进隧道呢 哇隧道真是好东西啊 这个你看这个高铁呢 从忽视到北京呢 需要才两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啊 这个受不了 但是知道以前 在以前这个从 霍奥特到北京要多久 火车 以前最快的 叫做草原列车 九零次 然后要十二个小时 这是最快的 十二个小时 因为一路要翻山越岭 那为什么 北京和内蒙 其实它的直线距离很短 然后飞机也只有不到 可能四十分钟飞机就 就到了 但是为什么 以前的火车要 要十二个小时呢 就是中间有这个 有阴山山脉 有一系列的山脉 然后北京这个屏障 北边的屏障 就是这一系列山脉 那霍奥特以前就是塞外啊 墨北啊 所以这个交通就是不发达 天然的屏障 但是你真是想不到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你就没有这种感受 以前我们还经常要做一个 从包头到北京的车 哎呦 以前这绿皮火车时代 真是他妈的太凶残了 太痛苦了 但也有那个乐趣 也有那个乐趣 上车就做一个长途的打算 然后就买了什么 各种吃点啊 酒啊 有的甚至搬一箱啤酒啊 弄几瓶白酒啊 然后吃吃喝喝 然后睡一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 到北京了 请各位旅客本命出行 共同营造平安旅途 纪念币 这20也卖20吗 卖200 卖200 哦 因为还有一个纪念币啊 就是两年了 对 两三年多数 红农超 然后这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纪念币10块钱 这个东西要200块 不投魂 它是方蓝光的 方蓝光的 方蓝光眼睛带一个 还有这个 这个猪 猪年的 那这个是澳门前的 都是纪念币 都是纪念类的 那上面还有一个邮票 这个38 这啥呀 雪花糕 呵呵 我车上都是这个 什么方便面 方便面 八宝粥 然后现在你看这个东西也有卖 可能现在两个小时 可能人们吃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多 哎 真的很快 两个小时 哟一下就过了 哎 我后来发现啊 我后来和这个这个列车长聊天啊 然后他就告诉我 其实今天我非常的不巧 因为这条这道馅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列车 就是号称最高级的列车 就是时速能够达到350公里的 但是说苦于我们这个线路啊 因为要翻山要很曲折 然后只能达到250公里 但是那个车呢 他是在 他是有一个很好的内饰 说有一个冬奥会特别款 然后设施也非常先进 但是坏了 然后今天 昨天还好好的 嗯 我觉得这个高铁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关于高铁票 怎么买票 其实是 对于我这种土鳖来说 一开始真的是打费了半天周章 因为现在票呢 很少 就是大家都很少在 这个亲自实体去买票 全部其实都是到 这个APP叫12306 这个APP上面去买 但是这个APP呢 他需要很多认证 你要有这个 哎呀我不懂 国外的手机可不可以 你要有手机 然后但是呢 你各国的护照证件都可以用 然后认证一下 然后就可以买票了 然后付钱 其实还是 我觉得真的是蛮方便的 然后你还可以后补 就是你买不着这个 你想要的票 你还可以后补 别人退的时候 然后会后补 然后就帮你买上 非常不错 非常方便 所以我这个高铁体验虽然很迟 但是我觉得还是真的挺牛逼的 好看 好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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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